採券航門前 南方長串鞭炮 喉嚨聲響門口貼上大吼海報 九月二十八號 中秋節前一天 高雄彌陀佛這間採券航 開出威力採頭獎九點一一億元 而且還是一人獨得 財神也降臨了 威力採頭獎消息 傳開一早採券航湧進大批人潮 民眾返鄉過節 順便來試試手氣 因為這間店之前也曾經開出 上億元大樂透頭獎 把價值可以這樣弄很便宜 買一百塊 把這個消息都是我的 開出九點一億元 老闆娘說事前有徵兆 前兩天一隻大蜥蜴衝進店裡 老闆娘嚇到往後退 但又覺得可能要開大獎了 很大聲 我婆婆說 好像我們店要開大獎了 趕不上威力採頭獎 或許可以去土地公廟走走 還熱鬧 大批信徒拿財庫金 過金爐心裡說出心願 因為中秋節是土地公第二個生日 慶祝求收家人團圓 趁著年底前衝刺事業 讓我們那個財源滾滾 然後那個能夠順利都抽中大獎 讓全家大小平平安安 中秋節不財庫一路旺到年底 但最讓人羨慕的還是威力採頭獎 九點一億元一人獨得 把財庫直接補達破表 一較醒來人生從此財富自由 記得劉詩之王書宏 高雄台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請勿停車 請勿停車 又是請勿停車 大街小巷車庫前 幾乎都卸上這樣的進停標語 但你知道嗎 如果沒申請就卸上請勿停車 別人停了 就算警察來也發不了 北市一名陳太太 好不容易找到 沒有畫紅黃線的地方停車 事後竟收到了罰單 她炸鍋申訴 停車的位置沒有畫線 也沒有影響人車通行 警方最後因為開單 與法無懼而撤單 究竟怎麼回事 如果說沒有影響到人車 出入通行 現場也沒有畫車 禁止停車的標誌線 那我們也會先通知車 出回來現場 看是不是能做移車 不會做有舉法的動作 原來這種狀況不能開罰 而是只能通知或幫忙移車 禁止停車四個字 竟然罰不了 有的民眾還在後頭 戴上了後果自負的字眼 但這麼一來 恐怕就會涉及恐嚇 在車庫門口寫下 客觀上讓令人心生未步的延遲的話 恐怕涉及恐嚇公眾罪 最重可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到底怎麼做才好 如果是車庫 屋主可以提出執照 申請畫紅黃線 但若沒執照 卻當作車庫 就違反建築法 科除六到三十萬元罰還 車庫錢不讓車子當道 可是大優學問 沒畫線 寫了再多請勿停車 也沒用 記者中誠良 黃玉蘭特別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金門的戰地風情 移轉到秋季旅展 地標勝利門823炮戰紀念碑 變成打卡看板 鎮港的金門老兵志工 穿著軍服 海踏公仔 也帶起軍帽 號召大家到金門集合 在金門的島嶼上 其實有很多的戰地史蹟 那也有 之前也有十萬大軍 曾經在金門當兵過 號召更多人重游金門 讓金門的戰地風光 可以遠遠流長 金門縣府跨海來台 參加秋季旅展 開幕活動送機票 現場開放民眾直接猜拳 最後的信員 報回最大獎 直飛金門 秋季的活動裡面 除了老兵招集令之外 還有列宇的芋頭祭 還有風師爺文化劇 路跑活動也是第一次舉辦 那希望透過這些的活動 吸引更多的人 一起來金門玩 現場還有金門貢堂 面線等特產 縣府搬出一系列的活動 及旅展限定優惠 來吸引消費者 在疫情後 刺激金門的觀光經濟 記者周天翔台北報導 一大箱蛤蟆往水裡倒 民眾不斷把食材塞進購物車 賣場人員捕獲的手 也停不下來 晚上就是中秋烤肉了 下午大賣場 早已擠得水洩不通 民眾都忙著搶購烤肉食材 根據賣場統計 今年中秋節業績較去年同期成長兩成以上 實際總訪黃昏市場 也有不少人出門才買 不過現在蔬菜肉類 價格都漲很凶 颱風影響加上節假日來臨 價錢都貴得相當明顯 有時候大概都買一千出頭 然後最近一樣買大概五六樣菜 大概都要兩千多 都有變 因為現在今年什麼物價 這幾年都一直漲啊 豬肉是每年烤肉最夯食材 不過近期價格不斷上漲 根據農業部資料 豬肉平均批發價9月25號 每公斤87.98元 9月29號已經來到93.54元 短短幾天 整頭豬又貴了750元 以熱門烤肉蔬菜來看 去年新椒一斤大約60元 現在130元 其他像是杏鮑菇 角白筍等等 一斤都要價100元 四季豆價格更誇張 一斤竟然來到了180元 算很貴 現在很貴 沒有正常耶 想到民眾買這些食材 當然啊 會哇哇叫啊 今年烤肉食材價格暴漲 民眾採買完 荷包也瘦了一大圈 不過中秋節一年才一次 烤的盡興才是最重要的 記者楊世絮 陳明軒台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